我掳回个压寨相公 这没什么 相公暗戳戳对我动手动脚 这也能忍 但是相公你居然是来剿匪的 这也太离谱了吧 更离谱的是他居然抱着我撒娇 娘子我不想当官 我要和你一起做土匪外冷内热女土匪 成呆蒙俊秀剿匪大臣 我为自己劫回来个相公 这是吧 还要从朝廷准备派人剿匪说起 原本收到了风声 得知朝廷今天会派一队人马来着附近剿匪 我身为大王 自然要保寨子与众兄弟平安 便领着人提前埋伏 准备痛击官兵 好好给朝廷点颜色看看 谁知在烈日下等了半赏 除了看到三只野兔和一条野狗外 这里就只路过了一个 骑着毛驴的俊秀书生 夏日的风燥热不堪 可那俊书生却倒骑着毛驴 一手晃鞭子一手捧着书 在这乡野路间怡然自得 让人忍不住觉得有趣 大王 咱们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把那书生 我收回目光瞪了手下一眼 立声道 债中规矩 只结为父不仁者 与贪官污吏 他一个连马匹都没有的穷书生 你也好意思下手 大王教训的是 可咱们也不准备截他的财呀 另一个手下笑嘻嘻地打人场 我正疑惑是什么意思 却看到那书生被绑了回来 口中还大叫着 我有功名在身 你们居然敢抓我 但我的手下人哪管这些 一巴掌就把那书生给推地上了 住手 你们要做什么 我怒目圆瞪 而手下去对着我黑黑傻笑 然后献保一般地解释 大王 你刚刚直勾勾地盯着这个男人桥 一定是喜欢他 你为这个寨子辛苦了 兄弟们是想犒劳犒劳你 犒劳我 结个男人犒劳我 我气得直头晕 赶忙让手下放开那人 抱歉 他们并无恶意 你快走吧 谁真的书生解开绳索后居然不逃 而是得理不饶人的教育起了我 我看你是个人美心善的姑娘 嫁人或者找个正经营生多好 干嘛喊打喊杀的 多危险 新帝正在整顿官吏 居然赤手空拳地劝土匪投降 我不耐烦地挥挥手叫人把他送走 免得当正事 谁知他却盯着我的眼睛 像是在念诵誓言般一字一顿地威胁道 你若是不主动投降 等我下了山 就带着官兵来抓你有意思 居然敢威胁我 那就别放了 我随手抓起地上的木棍 笑着向他走去 然后一棒子将他敲晕了过去 把他给我抬回去 今晚成亲 等书生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是他的娘子了 当然这是骗他的 骗他说我们已经行礼 有了夫妻之时 是天地诸神承认的夫妻 我就是要看看 这种一心只为朝廷的鱼木疙瘩 如果知道自己有个土匪媳妇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是会哭着求我放过他 还是会寻死密活 以捍卫自己的真洁与尊严 不管是哪种 反正等我心中够了 就把他捆了丢下山去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威胁土匪投降 结果这家伙居然说 既然已是夫妻 那他也要入寨子当土匪 你手无腹机之力 怎么当土匪 我熟读兵法 怎么就不能当土匪了 这事到真是不行了 居然还有人抢着落草为寇 我皱着没问 那你的公民呢 公民哪有姻缘重要 负唱负随 绝不能让娘子一个人独守空房 书生忽然凑近 那双干净黑亮的大眼睛里 带着点点笑意 竟让我微微有了脸红的征兆 失策啊 我怎么会觉得 骗他已经成亲 能够给他教训呢 还是打他一顿来得实际 正准备叫人把书生关进柴房 免得他逃走告官室 下面的兄弟 突然拿着一封书信跑了进来 说是我们被掳走的家人 传回了消息 听说家人传回了书信 债中大半的人都来了我的屋子 挤得那是水泄不通 可由于信中的字 实在是太多了些 哪怕是读过两天书的 我也看不明白 只能举着书信 嗡嗡嗡嗡的直闹头 书生见状 凑到我耳边 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我都嗡嗡快有半炷香的时间了 能不需要帮忙吗 但是这书信 实在是不能够给外人看啊 于是我一把拉过他的衣领 抵在他耳边 压低声音警告他 你若敢有所欺瞒 或者拿着书信去告密 那你就是抛弃弃子 不忠不孝 要遭雷劈 遭万事唾骂 死了都要被鞭尸 知道吗 我见他没反应 又捏住他的下巴 强迫他看向我的眼睛 谁知他脸色微红 但声音却想得离谱 几乎是在扯着嗓子表忠心 娘子放心 我会认真读信的 什么娘子 别让人听见了 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我连忙按住书生的嘴 结果却看到了 大家一副放心了的表情 既然是一家人 那还担心什么 快念信吧 好家伙 合着全站上下 没一个人在意我 突然多了个相公这件事 不过也对 我们的家人 都被朝廷掳去边关服 摇曳多年 咬无音信 不知生死 如今得了书信 哪个还有心思管别的 信蒙心地恩泽 摇曳之妻可定义 书生的声音朗润 缓缓地送念着书信 像是一盏宁神茶 让人莫名觉得心安 之后 他又怕有人听不懂 还将书信内容 换成白话解释了一通 甚至趴在耳背的张大娘身边 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他儿子还活着 再也不用每日 拼死做活的好消息 好好好 真是好 对了孩子 你是谁啊 张大娘猝不及防地发问 我根本来不及拦住书生 只听到他拔高的声调 很是骄傲地冲着张大娘喊 我叫许仲元 是咱们无楼大王 抢回来的压寨相公 谁 大娘耳朵还是不好使 他 抢回来的 相公 书生一把拉过我 比比画画 但大娘 好像还是没听懂 谁 大娘您这耳朵 真的需要置之了 对了娘子 天都黑了 我今晚住哪 谁知书生刚问完 张大娘便揭查道 那还用说 自然是和你娘子睡一屋 张大娘 您不是听不见吗 以张大娘为首的债中众人 因感激书生悉心读信 居然连夜给我俩 弄了的洞房花烛出来 当我被暗在红色为账之下 听着他们告诫我 新婚当夜不许动粗 否则不吉利时 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被绑来的那一个 等到众人散去后 我听到书生用极尽温柔的声音 说了世上最害人的话 娘子 手不早了 我们安歇了吧 安歇 我一把扯下自己的盖头 瞪着眼 问他要怎么歇 自然是同他而免 一起安歇 书生对我咧出大白牙 笑得像在门口那条 人畜无害的大白狗似的 而我只想一拳娶他狗命 这小子是真傻还是假傻 怎么对我和他已是夫妻的鬼话 如此深信不疑 就算真是夫妻 也没有即刻变要同房的道理 难不成他是想扮猪吃老虎 我正准备告诫他不要乱来 否则他会死得很难看时 他却示意我看看窗外 望着外面那几个熟悉的影子 我忍不住皱眉 而书生趴在我耳边 用极低的声音喃喃道 他们担心我的身份 怕我乱传的信上的内容 你若是闹起来 万一他们拿着那书信 去山下找别人看 那便是自曝身份 明火上身 到时恐怕场面难以控制 我们因家人被抢争去边关府摇曳 而落草为寇 若是被官兵知道了 我们的家人上代人士 还知晓了他们的位置与性命 必然会去找他们的麻烦 可我又怎么确定 书生不会背叛我们呢 他是读书人 进过科考场 初见面时又不要命的为朝廷说话 难道他就不会去告密吗 这天下 唯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就算我曾立下不烂杀的规矩 可为了自己远在边关的弟弟 和这一寨子人的性命 如今也不得不破理了 我缓缓摸向腰间的匕首 只要书生有半点不对劲 我立刻亲手杀了他 谁知 他只是飞快地躺到了床上 然后拍拍身旁的位置 招呼我赶快睡觉 这家伙 不应该再顺势打听打听别的事情 妈 我疑惑地躺下 假妹之时 听到他在我耳边轻声感叹 亲本家人 奈何为贼 不过你也是被逼无奈 不算坏人 我都懂得 说完 他突然飞快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那一夜 我的心跳声慌乱如鸡骨一般 足足熬到天亮也没睡着 我一夜没睡 眼底泛着淡淡的乌青 憔悴如鬼魅附体 而书生倒是神采奕奕 一大早便被人们围住 个个都要请他为远在异乡的家人写信 我哥哥是三年前被抓去的 书生你快帮我问问 他是不是今年就能回来了 我二弟是五年前就被带走了 也该回来了吧 书生恩公 我相公是家中独子 本就不该被抓去扶摇义 他是不是也能回来啊 你给写信问问 问问啊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场面混乱不堪 听得我都头疼了 而书生却依旧是那笑眯眯的模样 大家排好 一个一个来 我写信快 不出五日便能帮大家全部写完 他似乎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这债中的一员 不对 我不可掉以轻心 万一他帮忙写信是为了收集证据 向朝廷告发我们呢 可我刚走过去准备驱散人群 就被书生一把拉住 至于论笔费 大家愿意给就给我娘子 若是不给也无妨 娘子待债中各位如亲人一般 我自然也是一样的 外面请人写封书信 最少也要办掉钱 他这种有功名在身的人 怕是要价更高 现如今里里外外围了二十几号人 若是细细算来 也是十多两银子的近账 他居然就这样卖给了我做人情 我望着他忙忙碌碌收拾纸笔的样子 忍不住疑惑 这家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为什么从昨日开始 他就在不断地对着我献殷勤呢 而他却在坐下之前 为我也搬了一张椅子 放在了树荫下 调整好角度后 还不忘给我端来红温茶 与一盘果子 娘子 你若是累了 就去屋子里歇歇 若是不累 就在这看我写字吧 有你在 我心里欢喜 写得快 书生说完 清秀俊朗的脸上挂了一片飞红 该死的 我怎么觉得自己的脸 好像也有些红了呢 书生虽然时常令人无措 恼怒 但他安静写字时 文人特有的书卷气脱浓 让人忍不住感叹 岁月静好 安宁祥和 一连几日 我都像是个监工一般 躲在树荫下看他忙碌 刚开始还在担忧他别有用心 但后来 见他听了债中人的悲惨遭遇后 竟然也会掩饭热泪 就觉得 他好像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愚忠愚孝 干坐朝廷走狗 读书识字 懂事懂礼 对我也颇为照顾 这样的他 好像还挺招人喜欢的 看来 我当初把他掳回来 还算是明智之举 我正摇着折扇浅笑呢 却看到书生那张俊秀的脸 骤然在我眼前无限放大 吓得我差点 从椅子上摔下来 幸好书生一把搂住了我 娘子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确定没事吗 你的脸很红 刚刚还一个劲的傻笑 不会是这几日在外面晒坏脑子了吧 你脑子才坏掉了 我那叫美人含羞 笑不露耻 什么叫傻笑 不正于骂他 可看到他眼中那情真意切的关心 又实在说不出口 只能摇摇头 然后从他怀中逃出来 娘子 这是我给所有人写的书信 你看过之后 再找人寄出去吧 他捧的新鲜宝一般举在我面前 我微微皱眉 问他为何要我再看一遍 书生对着我刺着大白牙傻乐 可说出的话 却让我无法接下去 娘子害怕我有小动作 所以我应该毫无保留 让娘子安心才对 书生见我没说话 就把信又往我面前举了举 娘子既然疑心 就更该看看 看过了疑心尽销 这样才能促进夫妻和睦相守 他这样毫无保留 反倒显得我有些龌龊多疑 存心利用他 于是我犹豫了片刻 坦言道 不必如此 这几日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早没了疑心 更何况 你我并非夫妻 不必说什么和睦 可是话还没说完 他突然冲过来捂住了我的嘴 娘子 这种话不可说啊 他紧张地看了四周 脸上全然没有得知真相后的诧异 放松 我正疑惑着 书生就将我拽进了屋子里 看没人追过来 他才开口 娘子 你我是假夫妻的事 千万不能让债中人知晓 你 你竟然知道 我惊诧地望着他 只见他点点头 娘子着实不怎么会骗人 哪有成亲不问己 吓聘 约一会儿就行了的 我若真信了 那不是傻子吗 所以这家伙 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骗他 那你为什么装着信了的样子 你果然是别有用心 成亲当夜 我不是说了吗 若是不装作安爱夫妻的模样 会有人拿着书信 去问旁人验证内容 那债中上下 恐有灭顶之灾呀 书生言辞懇切 聚聚在里 但是 就算要假装夫妻 不让别人起疑心 需要在我耳边 巧声说我好看 还偷偷亲我吗 简直是下流无耻 我还没想好 该怎么骂他呢 他却直勾勾地望着我 说除了要安抚债中人之外 他还有一点私心 我能不知道你有私心吗 你个灯徒子 正准备好好揍他一顿 却听到他一字一顿地 对着我极其认真的坦白 我对你一见倾心 是真的想要娶你 我挥出去的拳头 在几乎要碰到他的那一刻 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在他犹豫不肯开口的时候 我曾想过无数个他骗我的理由 却独独没想过 原来他喜欢我 我并不讨厌书生 但他是读书人 我只是个落草为寇的女匪 不过粗粗识的几个大字 怎么配得上他呢 他又会喜欢我什么呢 可书生却告诉我 三年前他附近赶考时 曾见过我 若没有我 他早已磕死他相 我们 见过吗 这么好看的人 我不可能没印象 见我迟疑 书生随手沾了一把墨汁 就往脸上抹 当他污渍满脸时 我恍惚觉得有些眼熟 那时候我盘缠用劲 饥寒交迫之际 晕倒在你家园门口 是你分了我半张饼子 还有一口热粥 我忘了书生 那双样着满满深情的毛子 突然回忆起了那年 他对着我身居一礼 说他日若能高中 必当节草闲欢相报 所以 我会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 用尽全部去保护你 书生目光炯炯的望着我 让人没办法 不去相信他的真心 听从他的安排 于是我们继续装作 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以免惊扰到 债中其他人 生出变故 对了 以后我还是叫你娘子 相应的 你也要换维生相公 书生洗干净脸 叙叙叨叨的叮嘱着 知道了 这样可以让他们安心 我懂的 我笑着点点头 却听到书生说 其实也不仅仅是 为了让他们安心 那是 对寨子更伤心了 不仅光明正大的 让我陪他在寨中四处闲逛 还用我的名义 让大家伙一起 挖个藏身的地洞 以后应该多派几个人巡逻 尤其是寨门口 万一有官兵来 就让大家及时躲进地洞里 书生一刻也不停地啰嗦着 我忍不住好奇 为什么他总觉得 会有官兵来攻打寨子 你们是非 防着点官兵不是很正常吗 书生笑笑 突然问着 几日我夜里总是翻身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 那个 挖洞马 肩膀疼 我善笑着几事 哪里会告诉书生 我是因为总能感觉到 他那灼热的目光 才不得不频频换姿势 免得被他发现我脸红 可书生实在是太热情了 一听到我肩膀不适 非要给我揉揉 搞得我只能转移话题 说带他去寨子里 最高的那棵树上看看 那是一棵百年老树 约有五六丈高 登上去能将寨中上下尽收眼底 书生不会捂 我便先爬上去 再拿绳子将他吊了上来 谁知书生恐高 上树后 就像是块狗皮膏咬一 斑 年在我身上扯也扯不下来 娘子 求你了 别拽我了 我害怕 书生红着眼 一副要哭的模样 我只能停下来扶扶他的背 柔声哄他 别怕 我陪着你呢 娘子 不论发生什么 你都会一直陪着我吗 书生的脸近在咫尺 令他眼中的爱 一如萨萨秋风一般 不给我任何拒绝的机会 就将我死命地围住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然后郑重地点点头 我会 娘子 我想 书生说着 慢慢凑近 我知道他想做什么 也配合地闭上了眼 谁知没等来想象中的亲密 却听到寨子里的兄弟 扯着嗓子喊 快抄家伙 官兵打上来了 官兵居然真的打上来了 我站在树上 看到树以千计的官兵 浩浩荡荡地正往寨子里涌 便赶忙将书生绑到了主干上 待在这里 没人会发现你 等到官兵走了 你自己用绳子荡下来就行 那你呢 你陪我留在这里吧 书生慌忙拉住我 我笑着拍拍他的手 我是债中的大王 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 说完 我便跳下了树 隐约中我听到书生在上面高喊 娘子 我会保护你 你别怕 这傻书生 手无腹肌之力 还保护我呢 可是 能在生死一线之间 听到他说叫保护我 倒真觉得这一生也值了 三千精兵 对战我们区区三十人 这一次我们毫无胜算 但奇怪的是 那些官兵似乎并不准备动手 而是问我 钦差大臣被我们弄到哪里去了 什么鬼钦差 没见过 要战便战 休要啰嗦 我握紧手中弯刀 债中老弱 已经躲进了安全的地方 这一战 就算是死 我也必须护他们安全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书生会突然出现 你疯了 不好好躲着 来这送什么死 我眼睛几乎要凳出血来 书生这家伙 难不成是准备与我一起丧命于此吗 他还有大好前程 他糊涂啊 但是下一刻 他就越过了我 慢慢走向了官兵中间 然后拿过随行小丝手中的官帽 不仅不慢地戴在了头上 无奈心地清浅之尘 而等速速归降 可饶你们不死 钦差 书生是钦差 不对 他不是书生 他是许仲元 他骗我 他从一开始就骗了我 他骗了我 书生 你去那边干什么 你快过来啊 那边危险 我的手下冲着他许仲元大喊 而他冷着脸 表情凝重地立声道 缴械不杀 速速投降 书生是官 难道是书生把人引过来的 大王 我们怎么办 书生是来剿匪的 我们完了 手下们乱作一团 我怒吼道 除非我死 否则永不投降 这一吼 手下的兄弟们逐渐镇定了下来 而对面的官兵 也纷纷举起了武器 那是一场恶战 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们 一个接着一个被捉 只剩我独自逃窜于寨中 最后被逼无奈之下 我只能躲进许仲元修的那个地洞里 才堪堪逃过一劫 我在洞中躲藏了三日 靠着许仲元 从前存放在这里的水和食物活了下来 等我出去时 寨子早已空荡荡 甚至已经有勤奋的蜘蛛结了网 全寨42口人 竟只独活了我一个 都怪我 怪我鬼迷心窍 怪我遇人不输 怪我听信他人 竟然赔了所有人的性命进去 我一定要亲手砍下许仲元的向上人头 为寨中的兄弟们报仇 可我刚准备一血祭天 立下复仇重视时 却看到张大娘 端着碗面条走过来了 张大娘 你还活着 太好了 你还活着 我抱着张大娘又哭又笑 可张大娘 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你相公把所有人都接走了 都去享清福去了 你咋不走 你又没在这寨子里养猪 啥 接走 养猪 张大娘你什么意思 你别只为猪啊 你倒是理一理我呀 最后 在纠缠了耳背的张大娘一个时辰 并且帮他把猪赶回猪圈后 他才终于告诉我 原来他们这些老幼妇孺 都被许仲元接到了山下的镇子上 还安排了极好的住处 他 没有为难你们 我拧着眉 却听到张大娘反问我 他不是你相公吗 干嘛为难我们 相公 是仇人还差不多 我绝望了一笑 然后遭了张大娘一记白眼 夫妻两口子 哪有什么仇 说开了就好了 他还专门给你留着吃食呢 张大娘说完 晃晃悠悠的回了屋子 而我推开自己的房门 发现桌上居然摆着我最喜欢的红烧肘子 而且还是温热的 下毒了 他绝对下毒了 这是要直接毒死我 然后把整个寨子端了 也不对啊 寨子里都没人了 需要再浪费个肘子对付我吗 我疑惑的吃了两口 却发现没有任何异常 而桌上还有一封信 是许仲元的笔记 娘子 归降后 肘子认吃 呸 谁是你娘子 我催了一口吐沫 然后泄愤一般将信撕了个粉碎 可没想到 凳子上还有一封 娘子 归降后 我任你处置 娘子娘子 娘你大爷 老子是你祖宗 娘子 别生气了 就投降一下吧 投降之后还是可以住在寨子里的 这人是不是有病 你抓我兄弟 偷袭我山寨 还叫我娘子 还指望我投降 我正不知道该用什么词 骂这个伪善的家伙 却听到我的手下叫我 大王 你回来了 二狗子 你还活着 真好 我嘴一撇 冲过去想抱抱自己死里逃生的兄弟 却发现 我怎么抱不住他了 书生 不是 许大人 就是你相公 给我们每家每户 派了许多粮食 又给了好多过冬的棉衣 我一高兴就提前穿上了 又吃胖了一点 所以和以前对样了 二狗子憨笑着挠头 而我怒从心中起 当即给他后背来了一巴掌 你们居然投降了 还有没有骨气 大王 咱们之所以做土匪 不就是因为家人被掳走 而且缺一小时吗 可现在许大人把这一切都给我们了 还许诺会把我们的亲人接回来 咱干嘛还做土匪呀 你信他 他装傻冲愣骗了全债的人 前几日大战 他当着我的面去了官兵那边 他 他就是个混蛋 小人 他 他 我怒气冲冲的想不出心词来骂人 二狗子趁机扔出了致命疑问 可是 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 还都过得比从前好了 这是不是说明 他其实不坏 完了完了 二狗子也叛变了 不仅他叛变了 全债子的人居然都叛变了 隔三差五就有人回来和我说 许仲元将他们照顾的多么多么好 希望我也别倔了 赶快投降才是正道 气得我直接锁住了大门 发誓 就算只剩我一人 也要守好这个寨子 可是那天夜里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和许仲元成亲那晚 他飞快地在我额头上 落下了一个吻 等我睁开眼睛时 一个背影急匆匆地从门口闪过 那背影太熟悉 就算不追 我也知道是谁 一连半个月 我都闭门不出 但寨子中的炭火吃食 却一样也没断过 我知道是许仲元送来的 我也知道 夜夜来我床前 为我噎背脚的人是他 可我就是不想原谅他 也不想投降 不仅仅是因为生气他骗我 更是因为我早就看透了 朝廷的恶毒罪恋 今天 我的兄弟们得到了后代 那是为了引诱我投降 可若是明天我签了回国书 那我们整个寨子的罪就定了 搞不好就会被全部下雨 我不敢去赌 哪怕许仲元夜夜在我耳边 小声解释他的苦衷 说那日大战 不过是做过外人看的 他一直都想向我道歉 我也不会再相信他 但是 许仲元居然把我的弟弟弄回来了 姐 你就像姐夫扶个软吧 他为了把我就回来 费了不少心呢 两年没见 我这弟弟是长高了不少 但怎么感觉 心颜子是一个也不剩了呢 费心 他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他能不费尽心机吗 可谁知 弟弟却说 许仲元为了就债中上下 给每个人情职免罚 官职已经连降三级了 若是我再不投降 他怕是要被皇帝降罪 落个办事不利的名声 你说什么 这是听谁说的 护送我的官差都这么说 还偷偷笑姐夫是傻子呢 傻子 他就是个傻子 真是一点也没冤枉他 另一夜 我习惯性的装睡 听到许仲元 捏手捏脚的走进来 然后站在我床边 轻轻傻笑 见了弟弟就是好 眉头都没有那么皱了 要是像之前那样皱下去 会老实碎吧 这傻子真会说话 不过我不是装睡 必然要跳起来给他一拳 弟弟虽说受了两年苦 但身子无大碍 我请大夫细细整治过了 行吧 算你有良心 那一拳我不打了 娘子 你之前说 不论发生什么都会陪着我 但你好像食言了 你还说和我一起做土匪呢 结果转头 就做了个大官 你难道就没有食言 看来那一拳 我还是要打回来 不过幸好你食言了 虽然若是一直跟着我 应该会担惊受怕 受很多苦吧 尤其是今天那道 降罪圣旨下来的时候 你肯定会被吓哭 你说什么 降罪的圣旨真下来了 我一个礼于打挺 就从床上站了起来 吓得许仲元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娘 娘子 你没睡着啊 少废话 说 你真被降罪了 我揪住许仲元的衣领 看到他委屈巴巴的点了点头 为什么降罪 你不是什么状元吗 比书生还厉害 而且还是新皇帝的得力帮手 怎么就被降罪了 面对我的质问 许仲元不肯回答 气得我瞪着眼睛威胁他 再不说 以后都别叫我娘子了 我说 我说 娘子别生气 就是我把你们被迫 落草为寇的原由上报皇帝 然后用自请连降三级的代价 换取了大家和家人的自由身 什么 然后皇帝就有点生气 哭着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娘子说过 抛弃弃子那是不忠不孝 要遭雷劈 遭万事唾骂 死了都要被鞭尸 我可不想被娘子打 许仲元这家伙 不仅记得我威胁他的玩笑话 甚至还有心思讲出来逗我 听了我鼻子一酸 扑到他怀中狠狠地抱住了他 我不打你 我要护着你 许仲元听后也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我颈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只要娘子不生气 怎么样都好 我不生气了 不仅不生气 我投降 先认罪书 真的 许仲元惊讶地看着我 像是不敢相信一样 而我擦干泪笑着点点头 并让他答应我另一件事 还有 我想见皇帝 可以吗 面见圣上 娘子 你要做什么 我笑着摸摸许仲元担忧的小脸 柔声告诉他 许仲元 夫妻之间是相互的 你为了债子被降罪 那我就去店前说明白 所有的事 都是我这个山大王做的孽 和你没关系 娘子 我要用性命换你仕途顺遂 这是我作为娘子 想为你做的一点事 我轻轻抹去许仲元眼角 突然涌出的热泪 进而吻上他垂下的嘴角 他一愣 然后激烈地回应着我 像是抓住了失而复得的宝物 许久之后 许仲元突然喘着粗气和我说 其实今天下了两道圣旨 两道 一道是降罪的 一道是奖赏我对于查科症和脚匪如此用心 所以在官复原职的基础上 给我胜了个官 那你怎么现在才说 我刚刚都准备去赴死了 我气得直吹许仲元 而他笑嘻嘻地握住我的拳头 在我耳边低声喃喃 主要是你吻得太快了 我没空说啊 许仲元 我气得想打他 却被他再次搂入怀中 硬上深深一吻 另一吻搞得我头昏脑胀 忘记了自己要干嘛 算了 那今天就放他一码吧 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 全吻完